今天来修台安全带故障 这个车主跑了很多地方修不好 我们自己也修了两次修不好 它的故障就是现在拉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到斜坡的时候 它拉就不正常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现在上坡的时候 我们就拉不出来 车子一斜上坡的时候就跑了 还有车身倾斜 现在车身是不正的时候 我们拉这个安全带 现在就拉不出来 已经卡住了 然后我们把它开到平地 一开到平地就可以了 这个故障是因为以前车主更换安全带的时候 那个修理光板 那个线外给扭变形了 看到没有这个 装这个时候我们上下点 要在垂直的线上 然后我们装的时候要斜一点点 不然它上坡或者车斜的时候 它会拉不动 经过一整天的反复测试和调校 现在我们基本找到位置了 因为定位销已经快了 为了下次人家拆的时候 不会装错位置 现在我们给它做个记号 然后我们做好记号 然后把螺丝扭紧就可以了 现在修好之后 我们在斜坡上市 你看已经很好拉了 现在这个坡很斜 那个车已经很倾斜了 但是这个很好拉 现在我们在上坡 你看上坡也很好拉 如果拉快了就不得 我们拉这个是正常的 一马拉就可以 我们再来看副驾驶 副驾驶没有调了 你看副驾驶没有调了 现在是拉不出来的 一上来就可以了 明天再来解决这个副驾驶 关注我主要有更多的故障案内 我来看副驶